有个叉尾怎么空间 这个鱼最傻的鱼 那个晚上通宵 五六条老大 那个开门是这样 问他不是几条 用的那个鸡肝还是用的蚯蚓的 虾是吧 虾 鸡肝 蚯蚓全部用过了 一个是开口的放下去 一个多小时 肯定是鸡肝下的 本来是想要去钓一些罗飞的 听你说这个叉尾也能钓不到 我瞬间激起了我的欲望了 看到那几个钓友在这里钓通宵钓叉尾 本来我今天是要过来钓罗飞的 但听他们说呢 这钓一晚上的叉尾也钓不到 叉尾是非常简单的鱼 他们说又用了蚯蚓 鸡肝 一些乱七八糟和一些东西 全部用过了 钓不到 你先开车回去啊 你把那个去帮我拿一些叉尾料 我没看见叉尾料 叉尾料在仓库里面那个角落 我好久没有钓叉尾了 直接拿过来就行了 准备收拾是吧 等一下我就过来接力好吧 不急啊 我们先把漂给他调一下 让他先回去把饵料给他拿过来 像这种狐狸鱼呢 在出了太阳以后啊 就不好钓 我先给他把料开了 饵料也是这个 饵料也是这个 好久没有钓叉尾了 嗯 叉尾的料就是这样的 他比所有的这些鱼的料呢 要腥要臭啊 等一包 饵料也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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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这叉尾的这个药 也是一样子的 一个腥臭味 来 不需要太多了 就这么多吧 净净吸水啊 撒毛也可以用它 饵料也可以用它 饵料也可以用它 水比给它重一点 拿一点出来做饵料就行了 加点水 不需要太湿啊 找擦尾的话一口闷的 你只要说是啊 怎么样方便 呃 拋干 湿肉挂尔就可以了 哈维嘴巴那么大 一口就闷进去了 就这样 这比起钓螺碎的话简单多了 没有那么复杂 我看到这里呢 有个爬鸡在这里 他们晚上钓的感觉是比较长啊 我上来呢 我就开了一只七秒二的喜马拉罗猪彩 主线三号 脚线的话 上了一个 0.6的这个P1线 钩子十号楼飞秀 临时装备临时臭啊 先不管了 就这么钓 先挫耳 等下呢 我打算再搞一个十米五的 这个东西现在在走水啊 我可能是窝子是打不了了 要等这个爬鸡刮了之后呢 我就开始去打窝 来了 嗯 怎么可能钓不到呢 这不没有十分钟就来了吗 本来今天呢 来清烟钓场呢 我是要去钓螺飞的啊 哇 这插尾不一样好玩嘛 行行等下给你玩一下好不好 这很好玩的 把喇喇给我抄一下 你不是钓螺飞吗 我刚才看了下来 怎么钓插尾了 跟钓插尾也一样嘛 这个东西很好钓了 说实话傻子鱼的 啊靠 这给我吃进去了 这麻烦了 这完全吃进去了 这钩子都看不到啊 哇 断了 先断了吧 钓插尾就是这样的啊 换线的速度会很快 第一个 进 进去 进去 进了个角落 角落是几号位啊 不 它不理的 反正你买了单 随便你 哦哦哦 随便你转 哦哦对啊我单还没有买 我先买的150 10个小时20分钟 听人劝吃饱饭啊 这边有经常在这里玩的大师呢 让我不要坐这个 这个打眼机的这个位置 说这个位置呢 出鱼呢它不是特别稳定 叫我到中间不走水的地方玩啊 那我就到中间去了 这边有水很浅的 比那边浅多了 它新放的插尾啊 昨天放的 晚上没有开口 所以它还是属于新鱼 它会有一些溜边的一些过程 所以呢我 到了这边来呢 它不热水啊 我就换了一个 4米5的这个 灰尾集8.5H去的 干的还是得硬一点啊 差尾 呦 金丝差尾呦 啊 金丝的 这个发尾刚刚没那么热 给你 还是有料嘛 嗯 接着来 两个都是错 拖着就跑 自己黑票下去了 小叉叉 这不就又来了吗 小点口啊 哇 大桥了 来一把 呦 他摇我一下 第三条 这钓票是150 会有4块钱一斤 等于说37斤38斤就上岸了 来 来 来 先点超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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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够了 来吧 我这条棒 我 来哪 啊 啊 点 慢慢点 我的小叉叉 啊第七个了是吧 是不是又给我吃进去了 这个鲜鱼要进窝的情况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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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鲜鱼多得跑啊 像我们这种 鲜的 它很容易就吃进嘴了 要么你要用传说中的航空阻拦手啊 钻钓鱼的 那它咬不断 你们把钓鱼钓得太卷了 现在钓鱼啊 他会带着老婆出来钓鱼 这鱼没法钓了 呦 跑了 哇 哇 这啥鬼东西这么大力啊 呦 插位插位插位 人家嫂子在那里帮忙钓鱼 你过来帮忙钓鱼啊 等一下 等一下 给你钓啊 进 那插位是什么难钓的 啊星星 你钓 黑镖 啊 就这么简单 啊 好嘞 看看 看看 你看我星姐 我星姐还会应变看到没有 老板摸车下你 哈哈 我挑子鲜王 真是老板 我给俺们的前辈 那我们那个 明显 一口门 一口一个 黑飘又大 那今天怎么没搞螺废翻倍呢 搞创尾呢 我本来是打算过来钓那个 螺废翻倍的 他们说昨晚用鸡干 鸭干 蚯蚓虾没钓好 所以我特地来试一下 创尾可以翻倍吗 创尾啊 创尾也可以的 创尾可以吗 确定的 确定的 能翻几倍 十倍吧 十倍是吧 你确定啊 钓票 确定啊 你搞了几条吗 两个 他一个我一个 你也一条 那可以 可以吧 你说钓票一千五 估计就是四十一斤了 可以 快点快点快点 少了 收到了 十一倍啊 已经收到 加油吧 他才钓两球 没钓过钓尾肯定要 二十倍都可以给你打的 哈哈 现在那是第十条了 好像这里是可以游走的吧 随便你搞 不知道想怎么搞就怎么搞 你快对我胃口了 嗯 哎呀 两八王 给我拆了 又插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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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一样的 直接懒鱼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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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 怎么这么重呢 这个有点重哦 沙梅亚 正好啊 这么值钱吗 西剑 这么就值钱了 一直不出水呀 这啥鬼呀 我去 好重啊那条 这条大 这个值钱 这个五斤左右 进吗 进去 过来 来了 小脸会 一百 插过去吧 哇 这场是打的 一百 六十 一百啊 一百啊 好远了是吧 好远妹 看看我们今天能盘多少钱老板 哎来口了来口了 黑漂 来口了吗 来口就算收干鱼 还有五十八 没事 哎呦 三十八斤 三十八斤 五十多了 哟 多少啊 五十二 二十二十五五斤 那就是四十七 五十二 四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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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了 赢了十斤 差不多十斤吧 三十八斤 赢九斤吧 那个十一倍 推于本来是四块钱一斤 现在十一倍是多少 十四四 十四 十斤就是四百四 老板 不好意思啊 欠瞒了四百四十块钱 又给你瞒了 太难了 今天有一个大师呢 钓叉尾钓的非常不错啊 是多少斤 六十一 六十一 他钓了一个六十一斤 其实叉尾这个鱼啊 很多人呢 没有见过这种鱼 但是呢 很多人也钓过这种鱼 这种鱼的一个最好钓的时候啊 肯定是在刚放的时候最好钓 因为这种鱼 在最早的时候呢 是拿来干嘛用的 就是这个糖没口 然后放这个鱼去冲口 吸引客流量的 而且这个鱼是有一个细节在 如果你经常在一个糖钓 每个糖它都会有深浅不一的地方 如果那个地方在比较平坦的时候啊 它有一个深处 那个地方就是一个窝 你只要一个糖能够找到一两个窝的时候 那你这个这场鱼会钓的特别好 但是这个鱼怕太阳啊 下雨的时候 阴天的时候 水浑的时候 特别是早上跟傍晚的时候 这个鱼非常好钓 那么今天这一期视频呢 就到这里了 感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